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商业会计法 各位同学好 现在我们来到商业会计法 第二讲 财务报表 那财务报表可以说是 商业会计里面最后的成果报告 所以它的重要性当然是十分之高 那所谓的财务报表 一般来讲是所谓的四大报表 那第一个就是损益表 第二个就是资产负债表 第三个报表呢 就是业主权益的变动表 然后所谓的第四大报表 就是现金流量表 那这个四个报表 损益表 资产负债表 业主权益变动表 现金流量表 这四大报表 这四大报表是所有的上市柜 新柜公司 甚至是公开发行的公司 都被我们财政部 政府的监管单位 所要求的四个报表 所以说我们在准备会计资讯 把它做成报表的时候 每一家公司都必须要提供 这个所谓的四大报表 那首先老师来跟各位同学介绍 损益表 损益表呢 它是代表了企业在特定期间的经营成果 那它也是一个动态的报表 那在这里呢 请各位同学特别注意 特定期间 这几个字 所谓的特定期间呢 指的通常就是一年 从每一年的一月一号 一直到该年度的十二月三十一号 这段期间 企业它经营的成果 是一种动态的累积 然后呢 整体的表现 就用损益表来加以表达 所以我们说损益表 它也是一个动态的报表 那损益表一般来说 它的表达方式分为 第一单战式的损益表 第二多战式的损益表 这两种损益表都可以使用 但是一般来讲 单战式 顾名思义 它呢就只有一战 所以它就比较简化 那如果是多战式的损益表 因为它的部门部分比较多 一战两战三战都有可能 所以它相对来讲 这样子的多战式损益表 就是比较复杂 那当然如果是企业的规模越大 当然它就会必须要用到 多战式的损益表 来表达它在特定的这个期间 它的经营的绩效 那为了方便解说 也方便同学的了解 我就请各位呢 翻到我们课本 这个第二讲 这个财务报表 在第一大纲目的损益表之下 我们来找到这个单战式的部分 那老师呢 根据课本来跟你解释 你就会觉得更加的清楚 好 各位同学 你现在翻到课本 是不是看到一个单战式 那你可以看到 这种单战式的损益表 它所有的数字 所有的会计数字呢 都集结在一起 它把它简单地分成 上下两个部分 上半部各位看到的 应该就是利收入 收益及利得的部分 下半部看到的就是 费用及损失的部分 它把这个所有的收入呢 都集结在这个所谓的 收益及利得的部分 那第一个最大的项目 就是销货收入 在其次看到的是 利息收入 鼓励收入 还有出售设备的利得 那我们知道 这些呢 都是公司在一年的 营运过程中 所有的收入的集结 那我们把这些数字 全部加总在一起 就成为本公司 在特定的年度 所有收入的总和 那公司除了有收入 也一定会有费用跟损失 那这个费用的部分 很大的一个部分 就是所谓的销货成本 举例来讲 你可能需要进货 然后你才能够销货 那这个进货的成本 就是你的销货成本 那当然我们进货之外 我们为了顺利 把我们的货物推销出去 我们也有所谓的 推销的费用 甚至我们需要有经理阶层 还有一些管理人员 所以我们有所谓的 管理费用 那我们可能有研发部门 所以我们也会有 研发的费用 甚至公司呢 需要向银行告贷 所以也会有所谓的 利息费用 那当然最后你看到的是 所得税费用 所有的公司都需要缴税 所以这个也是公司 在经营的这个年度里面 所发生的费用 所以同样 我们把以上这些费用 全部集结在一起 就是公司该年度 所有的费用数字 那将所有的收入数字 跟所有的费用数字 86万跟73万 这两个数字互相抵消之后 我们得到的就是一个 营业部门的存益 13万 那所谓营业部门的存益 顾名思义 就有可能会有 停业的部门 假设这家公司 在过去这一年中 有哪一些部门 已经关掉了 那这个部门 就叫做停业部门 那停业部门 也会有它的收入 跟它的支出 所以我们也可以计算出 这个停业部门的净损益 那有了停业部门的 净损益之外 可能我们在过去这一年中 也会有一些 所谓的非常的项目 也就是不是我们正常 营业里面所产生的 一些项目 那它可能也有一些收益 也有一些支出 我们也把它求得 一个净值 之后 有些公司 如果规模够大 它可能决定在过程中 它改变它的会计方法 那根据商业会计法的要求 公司改变会计方法的时候 它也要计算 改变所带来的影响数 那这些呢 跟我们刚才 继续营业部门 所得的数字 相加减之后 我们就会得到 所谓的本期损益 那当然 我在课本上 给同学所挤的例子是 本期的存益 8万块 那就是表示 这个公司呢 它在收入这一面 是高于它所有的支出 包括它继续经营的部门 跟停业的部门 包括一些非常的项目 也包括所谓的 会计变动的影响数 全部的加加减减之后 这家公司产生了 8万块的存益 好 这个就是单站式的损益表 再来我们介绍 多站式的损益表 那多站式的损益表呢 顾名思义 它就是允许许多的段落 那我们来看到课本 它会有一个段落 叫做销货收入 那也会有一个段落 叫做这个 这个营业费用 那也会有段落 叫做营业外的收入 还有呢 营业外的支出 好 那你如果看我们课本上 给各位同学举的例子 也就是 它把这个 原本简单化的两段 每一段里面的细项 又将它加以明确地表示 所以这是属于 比较清楚的表达方式 也是一种比较好的 损益表的表达方式 那我们在这边 先稍作休息 回来之后 老师再把详细的内容 跟各位同学做介绍 好 各位同学 我们现在介绍 多战式的 损益表 那我们刚才说到 多战式 它的内容 就非常的详细 举例来讲 你看到课本 它在销货收入的地方 它马上 又有一个减 减除 所谓的销货退回跟折让 那这个部分就是 提供更多的讯息 给投资大众 我们虽然销了很多的货 但是如果同样退货很多 那这一抵之后 销货的进额就不见得 是原来那么样子的高 所以在多战式的表达里面 它不但表达销货收入 它甚至把销货退回跟折让 也清楚地加以表达 那所谓的营业费用的部分 我们也是一样 非常的细项 来将它加以表达 那将它加以表达成 推销管理研发的费用 之后 我们就可以来计算出 公司的营业部分的净利 所谓营业部分的净利 就是指责 它正规的营业 所产生的收入 跟费用扣底之后的这个数字 我们称之为营业的净利 可是公司它也会有一些 营业以外的交易行为 举例来讲 最常见的就是利息收入 没有一家公司 它会是以利息收入 为它的主要的营业收入 但是它一旦有多余的现金 存放在银行 当然也就会有利息收入 所以我们称之为 业外收入的部分 那公司当然也可以进行 所谓的股票的投资 短期的投资 所以也会有所谓的 股利的收入 那这个部分 当然也是业外的部分 那这个还可以看到 我们略举的一个项目 它是三万块的金额 叫做出售设备的利得 那当然公司 主要要出售的应该是商品 而不是自己的机器设备 但是如果有些时候 机器设备虽然老旧 我们更新 可是机器设备还有残值 我们出售了之后 也会有一些利得 那这个部分就是 出售机器设备的利得 它是属于业外的利得 那这个部分 我们也要把它详细地记载在 多战式的顺意表里面 好 那业外不是只有收入啦 当然也有可能有支出 那这个支出呢 就是所谓的利息费用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项目 我们有利息收入 那如果我们向这个行库 公营的这个行库 或是私营的金融机构贷款 我们当然也就会有利息的支出 好 以上的数字取得的 就是所谓的继续经营部门的存益 我们这个扣除 交给政府的盈利事业所得税之后 就得到继续营业部门的存益 那跟刚才单战式的一样 我们在一年的经营过程中 同样的也有可能有某一些的部门 或是产品线 它停止生产 那这个叫做停业部门 它也有可能因为停业造成了一些损失 那还有所谓的非常项目的损益 那非常项目是什么意思呢 举例在台湾 我们可能会在夏季的时候有台风 那这种台风 它所造成的工厂的一些损失 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货品 可能因为台风回损了 那这个是非常的损失 因为这表示说 我们遇到了一个很大的天然的灾害 所以这个部分不算月内 也不算月外 它叫做非常的损益 那非常的损益 不是只有损失 它也有可能带进来一些收益 比如说我们公司 跟另外一家公司 有一些官司的诉讼 那这个诉讼不常见 那因为诉讼 我们诉讼我们是胜方 我们可能得到理赔 那这个部分也是属于叫做 非常损益的益的部分 好 那这些数字全部加以加总 再加上刚才有提到的 所谓大型的企业 可能会改变它的会计方法的 的这个使用 那这个时候 我们也被要求来计算 这个所谓的改变会计方法的 累积的影响 那当然老师在这里写下数字 那以后我们的讲次 会再深入的介绍 所以现在同学们只需要了解的 就是说它的结构 大概是这个样子 那这种多战式的损益表 它的最大好处 就是它充分地揭露 公司的营业的这个绩效 所以作为一个投资人 作为报表使用者 我们最欢迎的是这种 多战式的损益表 好 那介绍完损益表 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 第二大报表 叫做资产负债表 那各位同学要注意 资产负债表 它代表了企业在 特定时日的财务状况 是一种静态的报表 那特别要提醒你 它跟随意表的不同 随意表是特定期间 这里资产负债表是 特定时日 所以换言之 我们编资产负债表 我们不会说 我们从1月1号 一直编到年底的12月31号 我们只会说 我们的资产负债表日 是12月31号 所以是特定的时日 那当然 如果你编的是半年报 半年的资产负债表 那你的特定时日 就是6月30号 那因为它是特定在 某一个点上 所以它是一个静态的报表 这个是同学们 要特别注意的 我们的四大报表里面 随意表 资产负债表 业主权益变动表 跟现金流量表 唯有这个第二大报表 资产负债表 它是静态的报表 其余的三个报表 都是动态的 好 那我们来介绍 资产负债表的内容 首先我们要介绍到 第一个大项 叫做资产 它的英文叫做asset 那我也鼓励同学 我们在学这些科目的时候 最好连它的英文的部分 我们也能够有一些理解 因为现在国际化的要求 所以我们不能够说 我们只懂它的中文叫资产 同时懂它的英文叫做assets 对我们专业来讲 是更有帮助 好 那资产负债表 它是一个静态的报表 它包括三大部分 资产 负债 跟业主权益 那有些时候 我们被称为 叫做股东权益 那到底应该讲股东权益 还是业主权益 因为现在的企业 都是以公司的形态存在 都是股份有限公司 所以它不是独自合伙 所以在业主权益的部分 我们比较精确的讲法 应该叫做股东权益 而不是讲业主权益 因为我们不是所谓的 独自合伙的合伙人 或是业主甲 业主仪 所以用股东权益 是一个比较贴切的说法 好 那负债 它的英文叫做liabilities 那各位同学 这个英文 也是我们需要背诵的部分 那我们在稍作休息之后 我们会回来 帮各位仔细地介绍 何谓是资产 何谓是负债 何谓是股东权益 那我们现在来看到 资产负债表的第一个部分 叫做资产 那资产它在分类上 又分为流动资产 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跟其他资产 各位同学 这个四个部分 就是我们最常见的资产 老师再重复一遍 流动资产 固定资产 这个无形资产 跟其他资产 那流动资产 顾名示意 它是流动的 也就是它的期间 是比较短的 所以又有一个说法 它就叫做短期资产 那这种短期资产 一般就是说 在一年之内 它可以转换成现金 或者是可以给公司 带来利益的这种资产 我们称为流动资产 那常见的流动资产 就是现金 它的流动性最高 那再来 我们会有所谓的 有价证券 比如这些上市 上柜公司的这些股票 我们投资了之后 就成为我们的短期投资 这个也是流动资产的一部分 因为你可以随时的变现 那当然我们的存货 也是流动资产 因为我们预期 我们会在短时间 就可以把这个存货出售 转变成现金 好 那流动资产除了这些之外 可能还会有预付的一些费用 比如你预付的房租 那个也是你的流动资产 那简单来讲 一个简单的判别 就是流动资产 它是属于一年内 可以产生经济效益 可以变现的资产 就叫做流动资产 那第二个要介绍的叫做固定资产 那固定资产跟流动资产 刚好是相对 那固定就是指的一个 就是一个营业周期 或是一年以上才可以变现的资产 就叫做固定资产 那这里面常见的就是机器设备 厂房设备 因为机器设备它的使用年限 往往是好多年 可能是五年 说不定更长 那所以我们称为这种叫做固定资产 那厂房设备 那更是长 更是使用的时间更是长 所以固定资产 它被定界成 它必须是使用的期限 超过一年以上的 或是一个营业周期以上的资产 叫做固定资产 好 那再下来 我们介绍无形资产 那这个无形资产 它字面上的意义已经说明了 它是没有形体的 刚才流动资产也好 或者是固定资产也好 它都是有一个实质的实体存在 比如说机器设备 它当然有一个实体 好 那我们说什么叫无形资产 那比如这公司的商与 公司的专利 公司的商标 商标权 著作权 这些呢 是不是公司的资产 是 可是它没有实体的存在 那这个部分 我们称为无形资产 那各位也会注意到 现在有些时候 公司在经营的时候 反而无形资产更重要 比如说专利权 那如果涉及到专利的这种归属 专利的这种法律诉讼的时候 那就会对公司带来很大的影响 所以无形资产 在最近的这个商业的这种 这个社会 或是商业的这种经济的活动里面 无形资产的重要性 日益的提高 好 那在以往 可能比较重视的是 现金 甚至重视的是机器设备 那现在呢 越来越看重 的是无形资产 好 那如果公司 他的资产不能够被归类到流动资产 也不归类到固定资产 也不能够算为是无形资产 那最后我们就给他一个科目 叫做其他资产 那简单来讲 这个其他两个字就带有一种 无法归类的意思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会 说他叫做垃圾资产 当然千万不要误会 他不是真的是垃圾 只是他无法归类 所以我们就称他为是个无形资产 把所有无法归类的东西 都归到这里面来 那比较常见的 比如是保证金 我们可能为了租一个厂房 我们交给房东一个保证金 那那个保证金 如果租约到期的时候 房东要还给我们 那那个部分还是公司的资产 可是他没办法归类 所以我们就把它称为其他资产 好 介绍完资产之后 因为我们是资产负债表 所以我们就要来介绍负债的部分 那负债 刚才老师提到 负债的英文叫liability 那同样负债它也分为流动负债 固定负债跟其他负债 那流动负债的分法 也是以一年为限 也就是在一年之内 你要厂房的负债 我们称为流动负债 那如果是一年以上 才需要偿还的负债 我们就称为长期的负债 或是所谓的固定的负债 那当然如果这个负债 它既不是归类成流动负债 也没有归类成 这个所谓的固定负债 长期负债 那我们就把它视为 叫做其他的负债 那我们来举几个 比较常见的流动负债 最常见的流动负债 就是应收账款 各位同学 什么叫做应收账款 我们刚才有提到 公司进行销货 但是销货不见得都是限销 也就是说 你有些时候 你可能进行的是奢销 你允许买足你的顾客 半个月之后 或者是说三十天之内才付款 那这个时候 你的交易已经成交了 可是你没有收到货款 那你就产生一个会计科目 叫做应收账款 那他的相对的科目 就叫做应付负债 应收账款 跟短期的应付账款 那这种应付账款的部分 就成为负债 就是一个短期负债 因为你必须在十天 半个月 或是说 一个月之内 就要把它清偿 所以这就成为所谓的应付账款 那除了应付账款之外 我们还有哪一些 比较属于流动的负债呢 比如你有一个 预收的租金 那作为一个房东 你可能要求你的房客 它一次就缴交半年的租金 那可是半年之后 这个才会租业到期 那你在第一天 你就已经收到了半年的租金 那这个叫做预收租金 那这个也就成为 我们的流动负债 那我们常见的流动负债 大概就是这些 那接下来 老师再来介绍 长期的负债 那长期的负债 最常见的 比如我们跟银行签订 而我们向它贷款 但是这个贷款 可能是十年期 或者是短一点五年期 总而言之 它超过一年之后 我们才需要偿还 那这个就成为 公司的长期负债 那这种长期负债 我们当然 是也是 必须是 这个 在这个到的时候 还是需要偿还 那接下来 老师要讲 股东权益的部分 那股东权益呢 就是指的 这个公司的投资人 他在决定投资公司的时候 他缴款 取得公司的股票 他把那个钱 交给公司 成为公司的 营运资金 那这位就 投资人 就成为公司的股东 公司就在 会计帐上 记录 这个股东 他的权益 这叫做股东权益 好 那接下来 我们要来介绍 所谓的股东权益 变动表 那这股东权益变动表 接续刚才提到的 这个股东 他来投资 那我们就记录 他投资的股本 那他投资的股本之后 我们把它记录下来 可能我们在经营 一整年下来 我们也会有 所谓的这个 净利的部分 那这个净利的部分 就成为我们公司的 保留盈余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剩下的现金流量表的部分 我们就请同学 自己来阅读 好 那谢谢同学的收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